其实我们以前会经常出国比赛 现在我们已经培养出12个世界冠军 这世界冠军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12个 中国人 中国人 在国外的比赛得了世界冠军 非常棒 对 他们比什么呢 就是比哪些维度呢 我们比赛要比很多板块 它要比你的艺术修养 就是还有一个是口味 营养学 就是食材的一些搭配 那么我们这几个板块 在比赛里面怎么体现呢 一个是做工艺品 就是做雕塑 雕塑呢是什么样 有是一米七的高度 用巧克力整个把它做出来 那在这个里面会用到很多很多的工艺啊 你的雕塑工艺啊 美术工艺啊 烹会啊 色彩搭配啊 结构啊 造型能力 这块体现造型能力 对 就是造型能力 你的色彩搭配 你的什么美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口味 口味呢就是 它会指定你一些食材 就是给你一个盒子 里面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打开知道 才知道这个食材是什么 盲盒制作 对 盲盒 它叫神秘模块 神秘食材 然后打开来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材料 现场来自己设计配方 自己来制作 然后就烤口味 那个好吃 对 来品尝 我跟你算同行 我也做甜品 对 然后18年的时候 法国的那个全球烘焙大赛 有幸我也是评委 对 所以他讲的还是蛮对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甜品 法国是排第一的 这不用讲 我非常高兴看到 就是中国的这个甜品 是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整体的 这个工艺来讲的 就是这类的东西 非常的可以呈现出 它的美感 所以我觉得它做的 还是很漂亮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